不仅是我们人类要能够自然在体内 要通过方法能够燃起火来 那么天地间万物的生长都要靠自然 光过星体的诞生 宇宙 新宇宙的诞生 都从这个燃烧自然里面形成的 所以说科学家发现真空能量 真空能量 什么没有的抽真空 他们做一个真空器皿 抽真空 抽真空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物质不灭 他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是没有 它里面充满着物质 充满着能量 这种物质是看不见 能量是看不见的 是在什么都没有的真空的环境下 它会突然冒出一点 一个光点来 怎么来的 自然燃烧起来 光点 光点它就带着火带着热 它是燃烧 自己燃烧出来 能量可以转化成物质 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 质 质量跟能量的互换 物质就是质量 又质量的叫物质 所以是能量里面生出一个明点 一个光点来 是哪里来 自己来的 不是谁给它的 不是有个神让它产生出来的 是自己出来 自己出来以后 这个明点以后 它自动地又分裂成两个粒子 一个正物质粒子 一个反物质粒子 正反它又吸力 吸力 所以是 它生成了以后 它又自动地碰撞 两个东西都会延灭 生成 刚生成的两个颜面 颜面之后 啪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真空里的能量增加了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 道生那个一 道是无 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法界称为道 里面生出一个一 这个一叫德一 叫明德 就是我们的真空 我们所了解的法界 是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法界 法界里面什么都没有 它自己会生成东西 这个叫能生 不是大家理解的空 我所有什么都没有里面 是空里面有 但是这种有叫妙有 不是你眼睛看得到的 不是你一切可以测的 所以称之为妙有 是真正的有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有 然后这个生成之后 道生的一 一又化 自动会分裂 化成二 这叫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它又最后阴阳 因为相吸的这个力量 啪碰撞 生成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里面充满着一种 不可见的光 从仪器侧也没有光 这就是道生三 两个二合在一块的时候 生成了三 万物都是借着这个 生成的 三生万物 我们人也是这么生成的 植物也是这么生成的 动物 鬼道众生 天道众生 阿修楼道众生 所有众生都是 道生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生出来的 六道众生都是 这样生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